好 我們一起讀義塞書五十五章九到十一節 天怎樣高過地 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 語說從天然過 並不返回 卻知倫地土 使地上發霞結實 使殺眾的有種 使要吃的有糧 我口所出的話 也必原始 非不徒然返回 祂要成就我所起於的 在我發祂去成就的事上 必然亨通 好 這個經文我們剛才都解過了 講到神那種至高 天怎樣高過地 同樣神的道路 他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 在這個經文我們看到神的什麼屬性 神的屬性 神的本性 神的能力是什麼 很高 是超越人的想像 人有什麼限制呢 為何人有這麼多限制呢 人的意念可能會受自己或受欲 人很多時候的意念會滅自己威風 掌他人刺氣滅自己威風 好像很慘很慘 人的罪性 還有什麼因素?為何我們這麼難提升呢? 敵不過自己 好像是打勝不了自己 於是大家看到有些基督徒會怎樣養? 一路撒下去,一路軟弱 甚至有些離開主 或者有些不結果子 很多基督徒都是這樣 但是神又做些什麼呢? 在這樣的情況,神做些什麼呢? 憐憫愛 憐憫愛就是他的心態 但他有什麼行動呢? 他幫我們 他怎樣幫法? 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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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人的說話 除了人的說話 聖經的說話 以及聖靈內住的聲音 聖靈內住的聲音 提醒我們 告訴我們 但基督徒很少會看到 原來神給我的潛質有這麼高 很少會看到這方面 當我們今天看到 原來可以這麼高 以及他的話語能力 有這麼強勁 他的話語能力有兩方面 第一方面 他答應了一定會成就 第二 就是當你聽了這個話語 這個話語在裡面扎根 大家可不可以想到一些話語 是你得力的話語 有些話語是觸實 那些說話你會一直觸實 是 憂傷的靈時骨庫骨骨骨 喜樂的心 是 沒錯 OK 非常好 即是說喜樂的心是最好的 是給我們良藥的 還有哪個 有些經文 他的東西是誰加給我 是的 這個經文 都是我時時喜歡的 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 哥倫多前書二章九節 神為愛他人預備的眼睛未曾見過 耳朵未曾聽聞過 人心未曾測度過 非常好 這個經文和今天的經文有些類似 怎樣類似 有些什麼類似 他剛才剛才說這個經文 是的 超過我們所想 想都想不到的 是超越一切的 神是很厲害的 大家生命中有些什麼 你會記得神很厲害的地方 有啊 我呢 有精神病 腦窩裡有一顆鈕 要久不久就要 看看有沒有大有沒有小 如果大了就要開刀 很感恩 沒有大又沒有小 先兩年左右 再去照 護士第二天打來 醫生要見我 立刻 當然要開刀 當然 我姐姐帶我去 她說 我和你擋住 她怕我害怕 誰知道 原來醫生說 你吃了些什麼 你的腦瘤沒有了 這樣說 這個很大神跡 是的 你會不會用這個神跡 鼓勵自己 你可以怎樣鼓勵自己 鼓勵自己 怎樣鼓勵自己 這個神跡可以很大鼓勵 怎樣鼓勵自己 神聽討告 是的 神聽到過 除了之外 一個第一聽到的動物還有什麼 神會這麼厲害 會做這麼大的事 就是祂還會再做更大的事 祂很有能力 就是去回神的屬性 神這麼厲害 其實去回神的屬性 是最強的 祂會做更大的事 祂很厲害 祂可以做到很偉大的事 所以我們什麼都不用擔心 所以今天這個經文 對於我們來說 可以說是有無限量的發展 大家可不可以有一個圖畫 如果我們處理到生命 又越難 即是我們說跨難 跳過去 如果跳過難的時候 會有什麼後果呢 有什麼難你跳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有什麼難你跳過 曾經跳過的 我曾經跳過的什麼難呢 被人說 一樣不受影響 這是我很重要的難 就是那時候 拔著耶穌 神一定有奇妙計劃 神一定有奇妙的作為 我不用受影響 我一定向前去 倚靠神總會為我開出路 我就是這個信心 其實這些一切都是神做功 因為 就算我們有這個信心 不代表神一定這樣做 是神選擇 祂會開路 讓我能夠有這些教導 以及開路讓我能夠 開路去到不同的國家 其實當你初期認識我的時候 我的教導還沒有全都有 如果你留意 所以我一直形成 一直形成 因為他有幾年上我的課 其實我的過程 一直領受 一直越來越多領受 這就是跨欄 第一就是不受人影響 接著就是跨欄 我有啊 我媽媽經常說我 不過她很疼我 那我呢 有時候她說我 我又拼嘴說她 那我現在呢 剛才起床說 立志 就是你叫我 我說要對媽媽好 要愛媽媽 多些時間去 她喜歡做的事 陪她做 我現在立志就是這樣 要愛媽媽多些 媽媽十月懷胎 很辛苦養大 我們五個 好 非常好 真的非常好 你的心志 你的心志非常好 好了 我問你一個問題 她下次告訴你 那時候你可以怎樣做呢 她下次告訴你 那時候你可以怎樣做呢 這是一個實際行動 其實我講過很多的 這些方面 有些什麼可以做呢 多謝媽媽提醒 對 這句呢 很聰明 好了 我努力去做 多謝你提醒 我會努力去做 大媽媽多謝你 親大媽媽多謝你 你猜她聽完會怎樣 立即不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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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會很開心 OK 大家還有沒有什麼難 你需要越過 或者你曾經越過的 我相信我們一定有些 即是我們人生有些跨難 跨過了的 有沒有這樣的見證 我沒有跨過 不過最不好的 我覺得是 很容易發脾氣 即是 舌痛 然後發不太高 即是初期 頭那一年 這樣的人 很差 他的脾氣很重 更加厲害 所以很不穩診 但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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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因為以前 我和我爸爸 我都會頂到癢 即是 即是 覺得他們很多事情 都不明白我 即是 即是 但是現在 即是 反過來 他都有 他會病的 他又不舒服的 但是 就算 可能 是他 就算 他那個裁股仔不凹 我覺得現在 就好一點 即是 我 我 祈禱 例如天輩都 有幫忙 站 發脾氣那裏 即是 即是 不要 即是 即是 也不是說 強硬自己 才可以控制得 是,覺得自己是OK的,在情緒補充 不會說這樣罰得很大,或者吵得很厲害 好,感謝主,我提議的方法呢 就是我們的教導都是這樣的 第一,他說的話,不要太介意 不要緊的,他不會真的害到我 這是第一分,一聽到的時候 已經發現我有些反應了,馬上說 他不是很緊要的 然後就馬上親近神,讓我心平靜 然後也求神給我們智慧,如何回答他 這幾步說得容易,但做出來是難的 但是呢,盡量盡快 我知道他在發脾氣,我知道 我分辨到他有怒氣的,或者我自己做錯 如果我自己做錯,立刻認錯 如果我分辨到,我就說 我可以立刻祈禱得力,我可以做些什麼呢 如果你下一次嘗試這樣做,你就要進步了 這個為什麼要進步呢? 因為他知覺,我有問題 知覺被人影響 然後我知覺這件事,我不用受影響 然後我從神得力 這幾個都是神教的 知道問題,我不受影響 然後我從神得力 然後我選擇怎樣去處理 這幾個步驟,如果我們做到 就已經是進步 未必一下子進步了,總之有進步 這個難度很難過的 所以我們看到藥室被這個歌出賣 他能夠跨過這個難,不受他的影響 並且日常有神同在 因為他時時都和神有密切關 而神能夠將這種生命給他 這個就是,神的超越性在藥室的身上看得到 亦都在保羅、大圍、摩西身上看得到 那種神的超越性在他身上出現的情況 OK 還有沒有人想分享的 你跨過困難的地方 一些難了 而能夠被提升的 或者你的心態有一個目標 怎樣去提升 多一點點問題 OK,好 我覺得祈禱的力量很大 是的,OK 我覺得祈禱 真的如果祈禱 跟尖父講 真的會聽你的禱告 如果聽了你的禱告 跟著 你跟神的關係再親近 其實會改善很多 是的,沒錯 因為我痛呀 即是被人放棄 可能是一半月的 很努力的 現在就會好些 可能幾天 一個禮拜來 就會站起來 沒錯 但是真的要祈禱 如果祈禱 如果祈禱很少 其實真的會遠離 所以我會覺得祈禱有用 OK 而且你說學了我們的祈禱有什麼分別 很大的分別 其實學了 我覺得兩天已經有不同 我學御牧師你的禱告 就是很感謝神 很感謝神 很感謝神 很愛我 但是一路趕一路趕 一路趕 去頭不太過 你越趕 你真的覺得神是很愛自己 就是好像很浸淹了在這個話語裡面 接著就好像那個距離本來很遠的 好像拉近了 而且那個人呢 平安起來了 就是我自己就不要那麼容易想陣 就好像剛剛之前我爸爸發脾氣 那樣 那是不幾無理的 那如果以前我會跟他吵 就是現在我就會 算了 有他 那就是照他的心意去走 就是會好一點 還有呢 自己 就算很痛的時候 比如吃菜 那樣 一痛我就更加苦心機 就是會 我用不了 發脾氣 但是現在就會好一點 我覺得 祈禱完之後 好像覺得個人是 開心了 那個心就沒有那麼困住 真的會覺得放開一點 釋懷一點 還有呢 是真的 喜樂一點 真的好像有些事情 好像不會去計較 好 好 感謝神 我說的那個祈禱 就是說恩典的祈禱 其實是一個信心的表現 耶穌現在幫助我們 因為聖經說 祂在我們前後環繞 我們按照我們身上 神是我們的軟弱 有聖靈幫助 神經常幫我們 所以我一直相信 神正在幫助我們 有盼望 又有力量 這個信心 然後先到祈禱 我相信神幫助我 我又宣告耶穌幫助我 耶穌幫助我 耶穌哈利路亞 這樣祈禱的時候 有信心是不同的 但有些人祈禱 他們只是求 神說你幫我吧 幫我吧 這個祈禱 神也會聽 不過 因為他信心弱 所以他得的幫助 是沒有那麼強的 但如果說 經常都是 我自己從早到晚都說 神正在幫助我 耶穌 耶穌和我一起 耶穌陪著我 那時候 我經常都會容易喜樂 但我一樣 有些意念出現 有些負面意念出現 我立即會處理 我希望大家 都嘗試用這個方法 好了 這一陣子 我們總括這個經文 所說的就是 神 天怎麼高於地 照樣祂的道路 道路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祂計劃了的東西 你可以走的路 祂已經計劃了一條很好的路 祂的路是高於我們的路 祂用的方法是很高超的 是我們想像不到的 那這個路你向著走的時候 你就會越來越提升 第一就是祂的路 祂的意念 祂會想到的意念 如何解決、如何處理 是很高超的 但這些意念 其實在聖經是有的 聖經是有的 但聖經沒有說到 你現在、今天做什麼 不過整體是有說的 當我們走這個意念 就逐漸進入了這條路 這條路 神沒有告訴你 你走什麼路 聖經沒有說的 不過當我們在這個意念 神一直提醒我 你悔改、你關心人 不要被人影響 親近神 你開始祝福人 當我們跟著這些意念 慢慢那條路就明顯了 我們幫到人了 我們開始這條路明顯 我們就越走越上了 我自己一個例子 能夠看到神給我不同的教導 又有聖靈的同在 又真的開路是很神奇的 在我起初的時候 當聚初認識我的時候 那時候都沒有什麼大路 很少的路 但現在這條路是很闊的 神會提升 而這條路一定有神的話語 因為神的話語 大有能力 祂說了一定會成就 所以你觸實這個話語 我們就可以去到這個高位 我們就很欣賞神 如果我們的神是一個 次等的神 沒有什麼能力的神 我們都要跟祂 不過我們感謝神 我們這個神是一個很有能力的神 是凡事都能的神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相信 我可以提升 我可以提升 我可以極度的提升 高度的提升 我希望大家聽完之後 會相信我可以高度 即是不只是 希望有些人不要停留在 我得意志可以了 我已經很滿足了 即是不要停留在這樣的狀況 而是說 我得意志之後 我可以怎樣做 就算有事沒有得意志 我都可以怎樣向前走 我去看這個經文 其實這個經文很大的鼓勵 希望大家都念了它 好 好 好